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我离开车要进入家门的时候 突然从我的车门那边 蹦 这个是什么声音呢 我想说一般停车 也不会有这种声音 那个车子感觉像碰撞的声音 结果你们猜是什么事情 速到了 会让我揪心的事情是什么 车子受伤了 对不对 就是旁边有一个人他开车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倒车好像 可能太赶了 就撞到我的车子 我就看一下是发生什么事情 我再过去看一下 他也看看我 他就比个手势 就叫我过去 然后就看 原来前面的车子被他的保险框 撞了一下 所以后来呢 很感谢神 后来也发现 这个是我的邻居 就住在我家的楼下 所以就都还好 后来就处理一下 就约个全民 要去修车了 所以呢 在生命当中 我们会遇见大事小事 但是我觉得 刚刚唱的这首歌 我觉得给我们很好的提醒 就是在一切的事情当中 我们都可以扬身 战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不容易 因为在生活当中 我们会遇见 顺心的也会遇见什么 糟 什么糟心 就是不顺心的意思 这个糟心好 学一下 也会遇见糟心的事情 对 不管遇见什么新的事情 我们都要相信 就是上帝 会看顾我们 会保护我们 最近我跟两个弟兄姐妹在聊 然后呢 他们跟我分享 好像就是在基督里面 他觉得好像遇到了很多 不顺心不顺遂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 其实我想要用今天的这个信息 我们彼此鼓励 就是不管你遇到什么事情 就是什么呢 我们来念一下今天的主 我想要请大家伸出你的手 看一下你的手指头 有没有五支长得都一样高的 请举手一下 没有对不对 有的话告诉我一下 我赶快拍张照 好 然后我再跟大家讲 你现在呢 把大拇指不要用 你拿起你的手机 看看 有谁可以拿起来的 拿起手机 我看到力气你有拿了 对不对 你举高一点我看一下 我看你怎么拿起来 哦这样 OK 好的 为什么我要叫他做这个呢 是要让大家不要忘记 我们互为肢体 然后呢 每一个手指头都很重要 缺少了一个我们要拿东西 就会讲很别扭很怪 所以呢 在最近我们聊到彼此服事当中 我们求神今天将他的话语 更多的放在我们的心上 好不好 我们一起低头 我们为今天的主日信息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 我们感谢你 赞美你 我们为生命当中的每一件事情 献上赞美 主要有一些事情让我们觉得 顺心 有一些事情让我们觉得很糟心 有些事情让我们觉得 不知道为什么如此 但是我相信 万事互相效力 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主就求你来帮助我们 不论遇见环境如何 帮助我们 让我们更多的爱你 在任何的情况 主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时刻的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 为要蒙连续得恩惠 做我随时的帮助 是的主 你要我做随时的帮助 你是我随时的帮助 就让我们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 没有任何的惧怕 没有任何的羞愧 主要我相信你 知道我们里面一切的情绪 主要在那里面 我们也可以坦然无惧的 与你分享 因为你是我随时的帮助 谢谢耶稣 我们爱你 我们赞美你 求你带领我们以下话语的时间 愿意的圣灵 帮助我们吃尽你的话 有三十倍 六十倍 一百倍的收成 我们感谢你 奉耶稣的名 祷告 Amen 好 所以呢 不论你遇见什么样子的事情 我们都学习 就是一切是我们都更多的帮助我们去 赞美他 敬拜他 然后呢 相信他都知道 然后也要记得 不要把你的情绪隐藏在你的心里面 要跟你最爱的耶稣分享 我相信 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好 那我们要进入今天的信息 首先呢 跟大家分享 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七节 请 好 这个生子是属于谁的 在经文啊 生子是属于谁的 是基督的 那我们彼此的关系是什么 是什么 大声一点是什么 肢体的关系 好 我下面放了 这个人在做什么 跑步 对不对 好我想要问大家 如果呢 你今天跑步 把一只手背在后面 可不可以跑 可以的 勉强可以 如果两只手 但是会不会有点别扭 会 因为在这个 跑步 好我们去 百米冲刺 那个选手是只要练 腿部肌肉就好吗 没有对不对 他这边的肌肉要不要练 要 因为他在摆动的时候 就带给怎样 身体平衡 所以呢 跑步的选手 不是只是腿要练 手也要练 那我再问 还有一个运动 赛车运动 你觉得他要不要锻炼身体 为什么要 赛车不就坐着 转转方向盘就好了吗 为什么要锻炼身体 可能有些人知道 我告诉各位 前两个礼拜 我带一些青少年去 开那个卡丁车 哇好刺激喔 开完之后呢 我就腰痠背痛 真的是背痛 这个地方有点痛 脖子呢好像还好 可是手背 哇好痠喔 因为那个没有动力方向盘 你知道 硬这样转过去 他才能够去走 你要走的那个路线 所以一趟开下来 我就回去怎样 手无伏击之力 这个手啊 还有这个肩膀都软软的 然后这个腰呢 因为要切进那个弯道 所以呢 你就会这样左右移动 左右移动 虽然我旁边载着轩逸 但是我看到德国人 一台一台超过去 我就觉得怎样 我的油门要怎样 要踩下去 要追上去 然后呢 就是在一转的时候 哇 这个腰就 碰一下椅子 再转的时候就碰一下 所以比赛完之后 我就哇 腰痠背痛 可是呢 还是很快乐 但是我发现 真的应验了我 以前 几年前我看的一个视频 他就在演说 这个赛车选手 他要特别锻炼 脖子的肌肉 还有身体各个的肌肉 因为呢 在很快的摆动当中 你要承受的那个横向的距离 是很大的 所以你要保持一个姿势 不被摇动的话 你的肌肉就要好 所以跟大家聊这个呢 是因为我们是基督的身体 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重要 如果这个身体要能够很协调的旁部 这一个手 脚 甚至头 脖子 全部都要预备好 如果你说我一个不要动 也可以跑 但是跑的就会怎样 很辛苦 很累 不能够完全发挥这个身体的功用 所以 还记得我们上一讲 最后 有讲到说 我们要各就 各就 各就 各位 然后呢 彼此 搭 嘿 福事 果孝 阿们 感谢神 所以呢 每一个肢体都非常重要 而且我们是属于基督的身体 那我要跟大家讲 什么样的球队不会赢 所以呢 每一个肢体都非常重要 内斗的球队不会赢 在更衣室里面如果有些事情发生 就算这个球队有什么多的明星 会不会赢球 不会赢球的 就好像这个照片 我的才是对的 我说不是 我的才是对的 然后说阿 你们都不要吵啦 我的才是对的 如果我们在一个团队 一个球队当中彼此内后 彼此内斗 这球队是不可能赢球的 所以呢 在今天呢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团队服侍当中 我们要注意的 在我们服侍的系列 第一个部分 我们讲到 服侍最重要 最根基的是什么 生命的侍奉 光是我们单单的敬拜神 坐在他脚前听到 各位 你现在就是在侍奉神 阿们 虽然你觉得你好像没有做什么事情 但是当你愿意来敬拜他 将你自己献上为己 坐在耶稣的脚前 你就再侍奉他 而生命的侍奉 是一切侍奉的根基 若没有生命的侍奉 我们要讲在圣所里的侍奉 在教会里面的侍奉 会很摇动 会不兼顾的 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 我们学习跟上帝有亲密的关系 我们学习要跟神 要有一个很 就是跟他连结在一起 叶俊最喜欢的祷告我现在发现 就是什么呢 你们知道吗 叶俊你知道吗 我有发现 什么 什么 不配 还有还有还有一个 狮子 我发现叶俊常常打开就是 可能就不配 然后讲到狮子 连在葡萄树上 是的 我们都要连在元首基督里面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在经文当中 我们刚刚有读到 我们来看一下在经文当中 有两种要非常小心在团队当中 我们要避开的态度 第一个是什么 我们讲一下 自卑 第二个是 骄傲 在哥林多前书 我们这三节念一下好吗 请 是的 如果脚 对 对 如果脚说 我不是手 所以我不舒服身子 你有没有听起来 这个语气有点酸酸的 好像有点悲哀 对不对 我不像手 那手可以做这么精细 那我的脚趾头 可以拿起杯子吗 拿不起啊 可以拿手机吗 拿不起啊 算了算了 我不属于这个身子 但是呢 脚可以怎样 可以走楼梯 手可以走楼梯吗 不能 然后呢 如果耳说 我不是眼 眼都可以看很美的 那我的耳朵都看不见 所以我不属于 那这样子自卑的心态 会让我们什么呢 会让我们说 我们不是属于团队的一部分 与别人比较 我不像谁那么重要 谁谁谁很有经验 谁谁谁服侍很多年 谁谁谁圣经很熟 我可有可无 算了算了 有我没有都一样 弟兄姐妹 当你与别人比较 你可能会陷入一种自卑的状况 你不认识你自己 然后呢 你就怎样看清你自己 那这样子呢 其实在团队当中是不好的态度 是不健康的 那另外一种是什么呢 好 骄傲 我不需要你 我一定 没错 就好像眼对 眼不能对手说 说什么 我又不找你 我今天想要喝一杯水 我光看那个水 我就已经怎样了 就已经不可了 有啦 有种望眉止渴 对不对 你可能看一下 可是呢 他真正的 你要喝倒水 你要不要熟呢 你就是需要用熟嘛 对不对 就是要拿起杯子来 所以呢 我们也不能说 啊 我用不着你 就是带着这种骄傲的态度 啊 我一定都对的 我不需要你啊 没有你也没关系 所以呢 我们要小心在团队当中 我们要避开这两个 我们一起念好 第一个是什么 自卑 第二个 骄傲 在这两个态度 都会让我们团队的服事的关系 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那接下来我就要讲 这个照片 这个照片 大家知道是哪张照片吗 是什么 对 皇马 好 这个很简单对不对 那我再考单 最左边这个是谁 这个也很简单对不对 贝克汉嘛对 好 再来 难一点 这个咧 哎呦 而且他不错哦 中间这个咧 哎呦 好 最难的来啦 这个 哎呦 哈哈 谁 这边好像很厉害 好 那右边这个咧 哦 好 那后面这一位呢 看过去 好啦没事 不是我 我都故意的记者 这个是怎样我 大学时期我 非常喜欢看的球队 哇 那时候号称什么 银河舰队 哇很闪耀 各个都是明星 哇 贝克汉 黄金 什么右脚 哇 可以传出很精准的球 然后就传到那个头顶的位置 然后可以进球 然后呢 飞哥 哇 这个叫做什么 呃 葡萄牙 走这个右前锋 很犀利 虽然他后来晚年 我不能讲晚年 哈哈 晚年好像 他其实还是很年轻 但是就是 职业生涯的晚期 就被人家批评 有些 速度不够快 哈哈哈 但是其实他在巅峰时期 哇 他的右边带球很犀利的 好 那这更不用说 这是我的很爱的球星 最爱的球星 之一的 西达内 中场的魔术师 球到他那边就怎样 别人都拿不到球 然后呢 劳尔 这个就是怎样 我们叫他什么王子呢 西班牙王子 很帅 蛤 什么王子 蛤 蛤 柏纳乌王子 蛤 柏纳乌 球场的名字 我也叫西班牙 就是很帅啊 然后进球也很帅 哇 真的是 天之交直 然后就带领球队进球 然后这个呢 这个 发型有点 不能讲发型 这个怪怪的是什么 外星人 罗纳多 哇 他的那个看起来 怎么进球 怎么盘球 就进去了 然后可是最近呢 这个身材有点 发福了 这个球队呢 我那时候看 每一次看我都觉得 哇 每一个人不同的特质 不同的位置 互相搭配 然后呢 这个球队还有一个后卫 我也很欣赏 就是矮矮的 撞撞的 然后腿大概有我的两倍 就是谁 罗贝多卡罗斯 对 哇 那个射门 左脚的自由球 就像 咻咻 很不可能 好像在电影 做那个特效的感觉 非常好看 对 所以我那时候非常喜欢 看他们的踢球 然后进球的时候 哇 全队都很快乐 很高兴 所以呢 一个球队进球呢 一定是全队的功劳 不可能说 啊 我一个球星 我所有球都包办 不可能的 一定是要互相搭配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 能够在团队当中 能够有一个健康的态度 第一个 要成为有 我们一起讲 有什么 安全感的人 要知道神非常爱我 他创造是独特的我 但是呢 我也有不完美的地方 这是安全感 在神里的安全感 因为 我们如果没有安全感 我们就会陷入怎样 跟别人比较 跟别人比较 我才发现 诶 我优于他 所以我有价值 我们的价值就建立在 我跟别人比较的基础上面 但是你要小心 如果你今天遇到另外一个人 他比你更会进球 他长得比你更帅 你就说 我那边有架子 你看我头发 头发也没几个 然后呢 旁边左右都是帅哥 就是我中间头发没有几个 我在讲喜答内 那他说那我不要踢球了 这样子好吗 当然不好 他有他的特质 对不对 他在球场上面 中场 这是非常重要 组织进攻 所以呢 要成为有安全感的人 要知道神非常爱我 他创造独特的我 但是呢 我也有我不完美的地方 所以呢 这样就让我们有一个安全感 我不需要跟别人比较 我仍然有安全感 我记得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对于我 其实算是最难理解的一段 经文就是我看别人比自己强 其实真的很难 我就不知道怎么做 我看照片 第一个看我 然后想到别的恩赐的时候 我跟他比一下恩赐怎么样 我就觉得说 这段经文很不容易 但是我后来慢慢找到一个关键 就是我要对我自己有安全感 当我知道我的强项是什么 我知道我的恩赐能力 但我也知道我没有什么的时候 我就有一种安全感 当我知道神爱我接纳我 我就有一种安全感 所以呢 当我看到有一些事情 师母正在讲话 师母 师母 诶 里面没有破音是不是 哈哈哈哈 我点迷你了 哈哈哈哈 师母有些事情做得比我好 我就会不会跟他嫉妒 他一直在点头的 不好意思 哈哈哈哈 因为有时候我分享完的时候 我就问他说 诶 我今天分享的怎么样 哈哈 有的时候诶 他就说不一定知道 就跟他在聊天 哈哈哈哈 然后呢 好 没关系 如果有需要聊可以继续聊 只是要点一下 因为有时候呢 如果在师母的恩赐当中 他有几项 我觉得是我没有 比如说 他的那个应变很快 他知道这个事情发生 要怎么处理 要找谁 然后怎么样做 哦 他这个很快 可是呢 我是比较怎样 就是 就是这样 拿起望远镜 跳望远方 看一看 诶 那边不错 我们要走 然后要怎么走 那现在 万一没有道路 我要怎么解决 有的时候我就反应 没有那么快 可是师母就可以告诉我说 诶 你现在也许可以怎么样 然后小心现在前面有一滩水 他就可以告诉我 该怎么做 但是我跟你讲 在结婚的初期 当他这样跟我讲的时候 我会不会高兴 我不会高兴 我是男生 我是弟兄 我是家中的头 诶 你就跟我讲这个 你要我怎么做怎么做 我就会讲一个烦 另外一个 诶 那那样子也可以啊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呢 对不对 每一种都有他解决方法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 然后我就跟他这个 一来一往一来一往 但是我后来发现 这都是怎样 我对我自己 没有安全感 我对我自己没有安全感 所以呢 当别人跟我建议一个很好的建议 我就会开始怎样 跟他怎样 讲啊 你怎么样啊 你怎么样 我怎么样啊 所以呢 成为有安全感的人 非常重要 要知道神很爱我 要知道你的强项 你的恩赐 你在球场上面 你就不会觉得说 我一定要站在哪个位置 我才是有价值的 没有这回事 你只要踢好你那个位置 就是有价值的 第二个 我们是一个球队 不与他人比较 他好就是我好 我好就是谁好 他好 大家好 所以呢 学习一个态度 在团队当中 就是彼此成全 他今天做得很好 我拍手赞美神 我今天做得很好 我也不会觉得说 我好像不要让别人知道 也没有关系 那大家也会怎样 我们彼此成全 所以我们是一个球队 不要与别人比较 当他做得很好 我也很好 当我做得很好 我相信他也觉得很好 在团队当中 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一个球队 不能说他进球了 我们说 哦 下次我要换我进球 所以他有机会 我就不传给他 我就要自己带 自己射门 这样是一个不健康的态度 对不对 这对整个球队都会有影响 所以 我们是一个团队 第三 我们要成为别人的什么 加油站 时常给的力量 成为他的帮助和祝福 比如说 为他祷告 听他倾诉 送他礼物 然后一句称赞的话也很好 这个照片 其实是蛮有深度的 你们有看到什么吗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这个是一个苹果树 你今天浇浇水 它会不会变成葡萄树 它还是什么 苹果树 你觉得它不漂亮 你就怎样把它叶子弯一弯 说我喜欢葡萄树的样子 它可不可以就变成葡萄树 它不能变成葡萄树 同样的 当我们身旁的肢体 当它需要帮助 当它在低谷的时候 当它在一个状况是需要别人鼓励它一下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 你就是要这样子按照我做的方式 对 就是对的 有的时候当我们把我们套在人家身上 其实是让它不一定能够适用的 所以在面对需要陪伴的人的时候 其实我都会鼓励弟兄姐妹们 不要太快把怎样 经文马上怎样 送你哥林多前书 十二章二十七节 送你哪一章哪一节 就照做就对了 当然我们需要怎样 有时候需要给他一些建议 但是有的人来找我们的时候 其实他是需要倾听的 他需要被理解的 其实他心里面也许都知道了 但是求神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成为别人的加油站 你光是为他祷告 光是倾听他 甚至送他一个礼物 或者是鼓励他一句 你就可以成为别人的加油站 但是要小心 他不会长成你所期待的样式 同样适用在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是这样 如果我觉得他应该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 来完成我的梦想 那我们就会怎样 进入一种失望沮丧当中 因为上帝照他有他的样子 对不对 我再怎么样做 再怎么样铁丝这样子凹他 他都不会从一个苹果树变成什么 葡萄树 我们能够做的就是这样 成全他 我们能够就是浇灌他 施肥 上帝会叫他成长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成为别人的加油站 然后我相信上帝祝福他 成为上帝创造他的那个样式 Amen 好 接下来我们要成为别人的什么 聚光灯 Spotlight 我们看一下后面有很多聚光灯 对不对 上面有一排聚光灯 好 时常的赞美人 在赞美当中他会做得更好 这边我要跟姐妹们分享就是说 称赞一下你的先生 他会做得更好 每一个男人都需要怎样 鼓励赞美 真的 你试试看哦 你就说 哎呀 那个辛苦了哦 谢谢你 然后甚至讲一句肉麻的 有你真好 真的 他都会觉得 哦 好像心里面那个 怎么样 Turbo突然被启动了 突然觉得很有成就感 真的 当然我相信女生也需要 要跟太太说 辛苦了哦 谢谢你 在讲肉麻 有你真好 然后真的很谢谢你做这件事情 当你把聚光灯打在他的身上的时候 让他知道他是被重视的 他的贡献奉献是 你看到 你肯定他 那我相信他会做得更好 上帝要我们彼此这样 互相造就 互相祝福 我相信 当我们愿意成为别人的聚光灯 赞美他 鼓励他 他会做得更好 呃 有一次呢 我跟宣胜我在问说 你觉得在这边踢球 跟之前在台湾踢球有什么不一样 在德国 他说诶 比赛完之后他们都会怎样 互相这样鼓励一下 跟教练 hi-fi或者是 现在就撞拳头一下 对不对 诶 我觉得是蛮好的 彼此互相这样鼓励 不管踢的球 是输是赢 诶 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好 彼此鼓励的 球员从场上下来 也不会怎样 一脚踢他屁股 刚刚踢的是什么球 不会啊 我看每个球员下来 不管他在塔上踢的 好还是不好 教练都会这样 都会这样 给他一个hi-fi 我觉得这样蛮好的 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的 关系的经营嘛 所以我们成为别人的聚光灯 赞美他 他会做得更好 所以呢 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 我需要你 你也需要我 我们一起来讲一次好不好 我需要你 你也需要 好 看看隔壁的 再讲一下 我需要你 你也需要我 对 我们要 要有一个对象 不然我们在念口号 好像怪怪的 对不对 在肢体当中 真的 我们彼此需要 好 我跟大家分享三点 第一个 我们要学习联鱼基督 在这个礼拜四的门训课程 我们讲到这个 教会 讲到肢体 有一个姐妹她就说 牧师我今天突然好像有回事 有一个点通了 就是说 我就是要做基督 要我做的声音 这样就很好了 喔 她觉得她这一点 好像有个 有个开启 有个通了 她可能有时候会担心 欸 怎么别人 或是没有做 或是好像我要怎么鼓励她 或是怎么担心 但是有时候 你就是单单回忆基督 连于元首基督 你的神经要连到你的头 做头要你做的事情就好了 而将其他的忧虑都卸给她 所以呢 我发现连于基督 这是非常重要的 求神让我们都能够敏锐聆听 她对我们内心说的话 当我们愿意放下脚步去听 你就会发现神会感动我们 她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 当你祷告了 至少会有平安 你不会很着急 你祷告甚至有一些想法 她会在你的里面出来 让我们都学习每一个肢体都怎样 连于元首基督 然后学习过一个怎么呢 彼此尊容 这个我之前有分享 但是我觉得实在很重要 在肢体当中 在团队里面非常重要 学习用 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 用神的眼光 看重对方的位分 不轻看对方 是的 我不能说我是眼 所以我不用手 你要用神的眼光看到说 上帝创造他 即便这个手现在很怎样 刚开完赛车很软弱 手无伏击之力 但是他仍然是手 他有身体里面有个重要的位分 同样的在基督的肢体当中 我们看彼此也是应该这样 不管他今天的状况是怎样 但是我觉得要很小心一件事 求神保守我的心 保守我的眼光 让我用神的眼光 看重对方的位分 我不轻看对方 同样这很适用在家庭里面 在夫妻的关系当中 不论你的配偶做了什么事情 或者他有什么习惯 但是请你用神的眼光 来看他 不论你的孩子做了什么事情 请你用神的眼光看他 看重他的位分 在主里的位分 不轻看他 当你轻看了 所以你们的关系 就慢慢的有破口 不坚固了 会有远离的 会有伤害的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看到 他在身体里面的位分 用神的眼光看重他 尊容他 再来就是彼此服事 神造我的独特 是成为别人的祝福 所以不要觉得说 好像 谁比较好 谁比较好 你的独特 是成为别人的祝福 不要觉得你在团队当中 好像是怎样 很怪 我不属于这个身体 不是的 最怪的肢体 如果我要举一个 在身体里面最怪的是什么 有人可以帮我一下 你觉得身体的器官 自己拿一个最奇怪 嘴巴 好 这边讲肚脐 肚脐好像蛮奇怪的 但是肚脐重不重要 重要吗 诶 有的人说 我点头就不要 好 至少在一个阶段 是很重要 对不对 小孩子在肚子里面 他不能吃 他就只能靠什么 肚脐 对 然后慢慢 我们现在长大 这个肚脐 如果不照过好 像受粮也会 就是会那个 所以有时候 要盖住肚子 所以神造我的独特 会是身体的祝福 神造他的独特 也是成为我的祝福 所以弟兄姐妹 你在这个教会里面 你在这个身体里面 你有一份祝福是别人所没有的 所以不要小看你自己 因为他需要你 同样的 我也需要你 所以不要小看自己 不要觉得自己的意见不重要 不要觉得自己的恩赐没什么 不要觉得在团体当中我很快 所以我就不属于 我可有可无 不是这样的 你越是觉得你好像格格不入 你越是重要 阿们 因为那个独特 会成为别人的祝福 而他的独特 也会成为我的祝福 有的时候 在团体当中 有的时候觉得 这个人跟我很不一样 在世界的角度来说 我们是不同 不同挂的 不同族群的 我们就怎样 保持距离 以侧安全 对 反正他的个性跟我就是 在一起就会冲到 还是不要太保持接触就好了 但是在基督里面不是这样的 对不对 在基督里面 你越是这样 身体各个不同的 的形状 功用 越是我们可以彼此服侍 所以我发现有的时候 一开始我不欣赏这个人 到最后我发现 他的恩赐是我很需要的 因为一开始可能不觉得 我们彼此不一样 我们都喜欢跟我们相似的人在一起 但是你会发现 那个跟你差很多的人 竟然他的恩赐 会成为你的帮助 你就会怎样 慢慢开始喜欢 跟他在一起 你慢慢就可以 活出彼此相爱的生活了 所以弟兄前妹 在基督的身体里面 我们或许 不是或许 一定不同 但是我们不要怎样 分门别类 我们刚才有读的这样经文 对不对 总是要怎样 彼此搭配 对不对 上帝佩搭这个身体 对不对 彼此搭配 不可能有人今天出门说 那个 我身上穿的是怎样呢 灰色的西装 我裤子就穿一条绿色的裤子 因为我今天腿喜欢绿色 然后我上半身喜欢灰色 这样出来就会怎样 很怪 对不对 上帝佩搭身体也是这样 不能说好像 你走你的 我走你的 好我们是不同 那个不同部门的 井水不犯河水 不是的 而是上帝就知道佩搭整个身体 对 佩搭整个身体 所以出去的时候是怎样 很协调的 出去是怎样 是知道这是一个身体的 所以求生帮助我们 当我们走出教会的时候 旁边的人都会看出 诶 这是来比锡华人基督教会的弟兄姐妹 因为在他的生命当中 我看到了基督的爱 在他的生命当中 我看到他改变 我们一定不是完美的 但是我盼望 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 彼此接纳的时候 世人就会认出 我们是什么呢 基督的门徒 最后我们用这一段经节做结束 以佛所书四章十五到十六节 好我们请 唯用爱心说诚实话 凡事长进 连于元首基督 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和事 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 便叫身体渐渐增长 在爱中建立自己 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一个肢体 每一个弟兄姐妹 我们都要学习连于元首基督 我们都要学习去听基督的声音 你知道基督最近对你说了什么话吗 让我们学习去听基督对我们说话 要联于他 当你联于他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其实有很多问题都不是问题 我发现当我们焦点摆对了 有很多事情你都不会让你觉得心烦 求神也帮助我们 我们全身靠他联络的和事 就是基督 而且各按各指 彼此相助 让身体这样渐渐的增长 在爱中建立自己 看看这么美丽的芭蕾舞的姿势 我深深的明白一件事情 就是每一个肌肉都非常重要 当我看到宣爱自虐式的拉筋 做一些我觉得很痛苦的姿势的时候 但是我看他还是乐在其中 他做这个一定有一个异象 对不对 不可能说我就是喜欢痛苦 他说我想要做出这样的姿势 同样的我们也是这样 我们都需要这样的姿势 不能只光靠一个脚 或是一个手 是全身的肌肉都要动起来 同样的我们若要 行出基督在我们当中的旨意 每一个肌肉都是很重要的 你不要觉得说只有谁 只有同工会 只有牧师 只有带茶经的 不是的每一个人都重要 你千万不要觉得你在教会里面可有可无 或者来不来 参加不参加 无所谓 不是这样的 你非常的重要 在这当中 你连于元首基督 你跟彼此联络 彼此相助 你就会发现身体会怎样 渐渐的增长 你自己也得到 在爱中得到造就 建立自己 时间到了 对 我也要做结束 我现在最近超练要讲到 要早一点结束 我们一起讲一下好不好 基督的身体不能没有你 也不能没有我 我需要你 你也需要我 阿们 我们再讲一次好不好 基督的身体不能没有你 也不能没有我 我需要你 你也需要我 我们要学习彼此聆听 彼此顺服 在许多的事上 我们或许不一样 但是呢 我们彼此的独特 就成为了什么 彼此的祝福 我们一起低头 我们来祷告 我们请敬拜团预备 在今天我们要领圣餐 圣餐一个饼 但是呢 当我们分很多碎片的时候 每个人拿一片 但是我们仍然知道 我们是属于一个饼 求神也帮助我们 在基督的身体里面 我不能没有你 你也不能没有我 我需要你 你也需要我 在我们生命当中 我们可能带着独特 但那个独特 都成为对方的祝福 对方的不一样 跟我的个性 恩赐能力不一样 都要成为我的祝福 让我们用这样的眼光 来看彼此 而不是因为他跟我不一样 我就跟他保持距离 而不是因为他 好像这个恩赐能力 好像跟我喜欢的不一样 我就基督他 我就跟他比较 不是的 而是他的不一样 他的独特 他的恩赐 就成为我的祝福 同样的我的独特 我的恩赐 也成为他的祝福 因为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 我们互相需要 我们互相扶持 互相尊重 我们就跟他基督的身体 在爱中慢慢的长大 建立自己 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来 成就神 要我们当中所做的事情 所以我想要请各位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 让我们真心的 真的学习去欣赏 我们身旁 跟我们不一样的肢体 真心的去学习欣赏 去接纳 也许他还有一些 不成熟的地方 也许他的恩赐 跟我很不一样 但是基督配搭 这个圣体 有他美好的心意 Alleluia 和爱中 和爱中 一条 者 一条 和爱中 神透我的生命 自下平静和安息 你是往昔的满足 做温柔的成名 你如光潮潮舞 包围我的身体 自下平静和安息 让我感受你的爱 在呼召我之处 我要卸上敬拜 无论遭遇何时 依然阳身可潮 在呼召我之处 我要卸上敬拜 无论遭遇何时 依然阳身可潮 亲爱的耶稣基督 谢谢你拯救我 谢谢你呼召我 进入在你的身体里 我如今成为肢体 属于耶稣基督 而我也知道 在你的身体里面 我有许多的肢体 我们都不一样 但是都按着你美好的心意 彼此配搭 为了要成就 元首基督 你要成就的事情 所以我们都愿意想到自己 来到你的面前 来倾听你的声音 也求你帮助我们 能够真心的接纳 每一个不同的肢体 与我们不同的肢体 因为它的不一样 就成为我的祝福 而我的不一样 也成为它的祝福 谢谢耶稣 主啊 愿你美好的旨意 成就在我们教会里面 主愿你美好的心意 行在我们教会当中 好叫基督的身体 在这个时刻 能够继续去洗 你要我们在来比 是要做的事情 主我相信你 过去做工 你如今也在做工 而且你要继续的做工 就求你帮助我们 让身体全部的动起来 每一个身体都要动起来 主啊 在有受伤的肢体 主求你医治它 因为它要恢复它的功用 主求你帮助我们 让有些肢体 神经没有连到元首的 主那个神经 要再次的连接起来 要明白基督 要在我里面 祂要对我说的话 祂要我做的事情 我就愿意单单的顺服你 谢谢耶稣 我们赞美你 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阿妹 接下来我们要预备圣餐 我们一起来读 哥林多前书 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九节 我来念单数节 请大家帮我念双数节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 原是从主领受的 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眼 拿起病来 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 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 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了 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 如果在这个礼拜或是这个月当中 如果在这个礼拜或是这个月当中